各位,我們現在要叫一招新的 就是像你現在所看到的這裡 你現在所看到的這裡,你看一下喔 你可以看到,像這種小小的檔案 可能我們當一個記者,可能會有一些評論 或者我們拿手機,有沒有 這個手機,我們可能拍了啊 或怎麼樣,很短很小的東西 基本上你不用放到YouTube那麼大 放到YouTube 你這個當然也可以用YouTube做 但是你要把它變這麼小,基本上畫面會 那個會不好看 你上門上去的東西,用YouTube再轉過來 會很小,會不好看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控制大小 然後來做圖,尤其是一開始那張圖 有沒有,一開始那張圖 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這個東西 怎麼樣弄一個小小的,這樣一個小小的東西 它可能是你的講話,就像我現在這樣講話 也可能是你手機拍的東西 那基本上是很簡單的 那我們現在先測試的呢 我們現在要測試的呢 就是這個部分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測試的 我們現在要測試的是 Webcam,沒有 我現在是用Webcam在錄 記得喔,首先你要把它調到 160x120 160x120,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大小是160x120而已 基本上你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錄 就呼嚕呼嚕,反正它會錄了一段 然後假設,我假設我錄好了 我基本上已經假設 我錄好了,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基本上已經錄好了 你可以看到 在視訊的地方 在視訊的地方,我已經錄好了一個 一個003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 WMV檔,對不對 這個是WMV檔,我們錄完了 首先我們要把它轉成FLV 轉成FLV怎麼轉呢 轉成FLV怎麼轉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打開格式工廠 基本上我打開格式工廠 你可以看到格式工廠出來 基本上這就是格式工廠 對 好,格式工廠出來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檔案 我們把這個檔案 003這個檔案 把它抓到格式工廠來 有沒有 把它抓到格式工廠來 然後把它轉成什麼 FLV任何格式轉成FLV 你看它現在是320乘240 所以 整個檔案我們要調一下 看設定 好,在設定的地方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沒有 320乘240 我們把它改掉 把它改成 160乘120 好,確定 基本上再跟它確定 再把它改成確定 好了 然後你把它按成什麼 FLV 你把它按什麼 開始 就好了 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那個 這一個 格式工廠的預設值 是這裡 你可以看到 003 V10 基本上已經做完了 基本上已經做完了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過來是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做一張 160乘120的什麼 的照片 要當封面用的 照片當封面用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檔案 跟這個照片 全部跟它丟到什麼 Draw box Draw box Draw box 這一次我們交的是Draw box 這一次我們交的是Draw box Draw box 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Draw box 對不對 我的Draw box 這一個 public 我已經講過多遍了 一定要是這個public 有沒有 然後我把檔案存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個003 跟剛才這個160乘120的 這個什麼 JpG檔我都已經放上去了 怎麼放 很簡單 各位你看 假設這樣子 這個是剛才我們 這個是剛才我們錄好的 這裡 003是錄好的 你只要把它拖過來 你只要把它拖過來 就會進去了 因為我之前已經弄好了 我就不做了 拖過來就會進去了 然後 你如果有照片的話 再把照片拖進來就好 換句話說 你可以看到 我在Draw box裡面的 FLV檔案夾裡面 這個跟這個都有了 基本上是等一下 我們要做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東西 好 然後這個都準備好了 這個FLV也準備好了 這個也準備好了 都是160乘120類 然後再過來 我們看一個語法 你可以看到這個語法 你可以看到語法 這個語法 反正你什麼也都不要管 我等一下會抄給你 要注意的是這裡 要注意的是這裡 SRC的這裡有沒有 SRC的這裡 你們看到一個問號file 這裡 這裡 你把檔案呢 你把你的位置 有沒有 你把你的位置 檔案的位置呢 把它摳進來 在問號image的前面 把它摳到這個地方 來就行了 怎麼摳 你在那個 Draw box裡面 有沒有 你按右鍵 有沒有 有一個Draw box 這裡有一個Copy 有沒有Copy Copy完之後呢 你把它貼上 你把它貼上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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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到這裡來 貼到這裡來 然後這裡有沒有 一個image 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這一個HTTP 有沒有就是它的位置 有沒有 這裡有個JPG 一樣 你到你的Draw box 把它 Copy下來之後呢 再把它貼上去 貼到這邊 這樣就可以 這樣子之後呢 你就完成了 其他的 你完全不要管 其他的 你完全不要管 有家說明的呢 我在下面再跟你說明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個是New12 我們做出來的 就會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語法 你把語法牵進去之後呢 有沒有 你把語法牵進去 跑出來了 就會開始跑了 那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你最後呢 這樣做完之後呢 我們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 網路就這樣 很有趣對不對 你看 我自己越教越多 我也覺得越教越有趣對不對 你看像這樣子的東西 但其實這樣子會有一個 新的感覺嘛 一種感覺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可以放你的插圖 你可以放你的插圖 小檔案可以啦 基本上 我覺得小檔案 OK 大的檔案就不要了 大的檔案有時候也會 太大的就放在YouTube 小檔案基本上 你放這邊呢 就會OK 基本上就會是一個 這樣子的狀況 交完了 其他要補充的語法 我會放在下面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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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